丰强演出的是我们的台中公园好宅 不只有啦啦队表演 还特别邀请已经完工入住的 九处社宅居民跟伙伴 租队参加油行竞赛 带着心中好玩逗趣的家的想象 盛装上台 台中公园一起好宅 从冻土到完工 都是在台中市长卢秀燕任内完成 卢秀燕说台中社宅称为好宅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坐落的位置很好 都在精华地 对面就是三万匹的台中公园 我们不只在这个地方 譬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开工的 台中巨蛋好宅 就在巨蛋旁边 我们接下来开工的 台中高铁好宅 就在高铁旁边 台中公园一起好宅 还规划了空中花园跑道 亲子馆供托等 新建802户有4000多人登记卡 中央我们要盖6000户 那这个已经达标了 不是完工就已经正在新建中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超前进度 租户盘点 我们已经花了差不多500亿 投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好宅上面 那我们还会继续盖 目前台中市府已经完工的社会住宅基地 一共有9处2719户 新建中的基地15处4649户 累计已开工户数也已经超过了7368户 预计今年将在陆续开工5岸基地 新办户数将迈向超过1万户 TVBS新闻 许丽凡 陈书贤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